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位是专家 另外一位就是学子来到我们的天下纵横摊 过去讨论一下其实教育在国家方面有什么样的帮助 而学子出来游学又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台北驻洛杉矶经济文化办事处教育组的蓝组长 蓝组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教育组组长蓝仙茜 蓝组长好 接着呢为大家介绍男人是坐在旁边 这位非常可爱的学子也就是邓一涵对不对 一涵你好 我是邓一涵 我目前在加州艺术学院就读导演电影导演系 哇 所以其实蓝组长您这次带一涵来其实是别有目的对不对 是的 别有用心 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次会带一涵来好不好 诚如主持人所讲教育部除了提供给我们的海外学子奖学金之外 其实我们在海外的驻外单位也协助了我们的学子去尽量争取一些奖助的机会 那一涵其实就是我们大乱基地区 英勤文教基金会英董上夫妇他们提供奖学金的受奖生 是 所以很难得尤其是在我们众多学生当中大部分是博士生跟理工领域的学生 一涵是硕士学生 然后在学生 而且他主秀的是艺术人文领域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非常难得 那这也显示了英董上夫妇 其实除了非常用心想照顾我们留学生之外 也能够兼顾到我们一些学生各种需求 对 各种不同的领域 各种不同的领域需求 对 就像蓝组长提到 其实英董事长夫妇啊 可以把这个奖学金发放给大家也是经过了教育部这一边的帮忙 教育组这边的帮忙 对不对 是我们前任的梁立林梁组长 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协助英董上夫妇 在规划这个奖学金的提供 那其实英董上夫妇他们提供奖学金的历史已经很久 但是一项就是针对几所学校在合作 对 那后来是因为教育组的协助 所以我们开始对所有的南加地区的 台湾来的留学生提供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每年都在 3月开始到4月底的期间接受申请 那英董事长夫妇除了他们自己收件 自己审查之外 其实他们还安排了时间跟学生一一面谈 是 我记得这个部分 因为上次interview他们有提到这个部分 是 所以 以教育部提供的奖学金来讲 当然长久历史的公费奖学金可能是大家都听过的 但是每年的名额其实只有100名左右 要提供给我们到全世界去就学的学生 其实是不是很足够的 那虽然教育部在2004年左右开创了另外一个留学奖学金 那这个奖学金的不同是在于 它算是比较partially sponsored的一个奖学金 那也没有要求留学生毕业之后一定要回国 对 但是这对留学生的帮助也是相当大 因为很多学生也许得到了学校的奖助 或者自己家里家人的资助 但是那个 您知道这个美国的学费其实是非常高 对 所以其实是远远不够用的 那如果能够得到教育部这样两年的奖助 其实对他们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心理压力不会这么大 经济负担也不会这么大 是 就算是家里有这个经济能力可以供学生出来读书 如果家里的负担可以减少一点 我觉得大家的负担都会减少一点 是 依涵您是2018年殷勤奖学金的得奖者 对 我可以请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奖学金的 嗯 是有朋友之前得过这个 得到过 对对对对 是前一届的受奖者 2017年受奖者 你看就像代代受贵这样子 是不是代代受贵大家分享 那然后呢 你就照着申请表 然后就申请了吗 对对对 那大概 你大概申请跟被审核的这样的一个面试过程是什么 嗯 就是申请 其实 大概像比如说 刚刚兰组长有提到的留学奖学金 然后还有 印象奖学金部分 都要提供自己的研究计划 那 我因为就读的是艺术创作领域 所以要研究计划这方面 怎么计划呢 其实有一点点难去生出来 有比较难 所以就变成说 是相对比较不利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也是很努力的去找 就是去结合一些 就是因为以前我是念台大心理系的 所以有做一些研究 那 利用那些比如说找文献的方式啊 去结合说自己想要创作的一些理念 然后去呈现出一个 大概有点像是一个创作的计划 或者是创作理念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对 然后 所以也是很意外的 最后有面试的机会 然后跟 因是夫妻那样碰到面 然后他们也是 其实 与其说是面试 比较像是说他们想要多认识我们 对留学生 然后聊聊关系一下说 我们的生活怎么样 所以不是那种 很 他还是我的状况下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也是对我们很好 对所以 后来就 很顺利的有 拿到这一笔奖学金 拿到这一笔奖学金 对你来说 经济上的负担 是不是真的减轻非常多 是真的 因为像 艺术领域的硕士 其实非常难拿得到 因为大部分 就是学校会直接 比如说直接 补助到学费的 大部分是博士的学位嘛 那 艺术方面如果要念博士的话 是比较像是 理论方面的研究 是 可是因为我的志向是想要做创作 所以只能在 硕士这个学位里面 然后自己创作上面 其实除了学费 自己的创作 也是要一直要拿钱出来 对对 所以其实很难 那我就是到处去申请各种 能够申请 对那有一些 比如说可能要 你要是特定的 比如说身份 要美国公民的身份 或有的是说 你做的什么领域 是要跟什么样的主题相关的 对对 可是像 英式夫妇提供奖学金 它就是针对说 南加州的 只要是台湾的留学生 那硕士跟博士 都有资格去 去申请 对所以我觉得是 非常慷慨的 对 是可以帮助到很多 没错 因为大家都知道 申请奖学金真的很难 不管是留学金 奖助学金 甚至是奖学金 它是诸多限制的 可是如果有 另外一份帮助 不无小补 蓝州长 除了这个 英式夫妇的奖学金之外 还有其他的奖学金 其实教育组 也大家都知道 希望可以让大家 也可以了解一下 其实在南加州的留学生 是非常幸福的 我们讲说 英同学他们捐赠的奖学金 其实有其他的 侨胞 我们在这边的侨领 比如说杨信阳董事长 他也刚刚捐赠的UCLA 一笔台湾研究的奖助 那这个部分 当然也包括提供给 想要到UCLA 去做台湾研究的学生 一个奖助的机会 那另外其实像 我们台湾会馆的董事长 田一宏田董事长 他虽然没有设立 这样的一个奖学金 但是他用他的方式 所以辅导成立了一个 台湾青年美国职压发展协会 那这个协会呢 会利用安排一些 我们所谓的职场观摩的机会 安排我们留学生的就职的辅导 会请一些人来分享他们 怎么样撰写履历 怎么样面谈 怎么样在这个很竞争的 就业市场当中 去找到自己的机会 对 所以我们经常跟他们 合办的一些讲座 那当然学生关心的 可能也还是讲座的 这个面向 对 那教育部其实也有跟 极锁顶尖大学 像Caltech 以及USC 提供了所谓的 共知共鸣的奖学金 那这个是共同资助 共同领选 那奖学金当然还是以 因为当初是配合政府的一些计划 所以是设定在 以理工方面的领域为主 但是也不限 对 所以这些讲座的机会 都可以提供我们留学生去申请 我们非常鼓励 我们的台湾学生 可以到美国来留学 我们一向是留学美国的 外国学生来源当中的 第七大来源国 对 当然比起过去 台湾的留学生 目前因为我们自己 国内少子化的问题 来美留学的人数是有略减 但是我们还维持在 两万两千多人 每年的这个人数 这个人数 对 大部分还是以研究所为主 而且很多是以STEM 所谓的这个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跟Math 这方面的领域为主 但是我们也乐见到 越来越多的商管人员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 艺海人的艺术领域 人文领域的 学生到海外来留学 我觉得其实可以增广见闻 就是其一 对不对 那一涵其实你是在台大 心理学毕业的 对不对 台大是台湾的第一学府 来到美国之后 你现在完全见风转舵 完全转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像你现在想要做创作 下来一个发展 在台湾学习跟在美国学习 有什么最大的不同点 你觉得是哪里 我觉得 就真的是 你说的就是认识的人 会很不一样 因为像在这边 其实虽然说来美国念书 不是只是认识美国人 而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像我们学校 其实我们学校大概 就是比较小的艺术学校 1000多人有一半是外籍学生 所以美国人其实只占一半 那其实不同国家的人 他们带进来的东西也是 非常的不同 包括说他们就是文化怎么影响人 那他们的就是怎么样一起生活 然后虽然说都是留学生 可是来自不同地方的背景 然后一起在那边就是互相抚持的感觉 交流到很多国家 我觉得人文方面这个领域 你就是需要做更多的沟通 更多的了解 可是如果是理工科方面的 可能就是我在纸上面画一画 或者在电脑上面打一打 对我们大家都可以了解了 对所以这样子 反而可以让更多人了解 其实台湾的文化在哪里 台湾的人好在哪里 除此之外 其实依涵你是 资深来到美国 当初只是有一个愿望 我今天要来美国留学就来了 对不对 好 来部长有难题要给你 大部分的留学生都是这样 资深来到美国 我今天就是为了想要 圆我来美国读书的梦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可是资深来到美国 没有爸爸妈妈 没有亲戚朋友 没有同学啊 是 这样我也希望可以有一点 家乡的温暖 教育组可以帮忙吗 是大家都知道 出外要靠朋友 当然 那资深来到海外 当然最需要的就是朋友 对 没有朋友其实也就 寸步难行 是没有错 所以教育组的任务之一呢 也是辅导我们在各个学校的 台湾同学会 或者中华民国同学会 辅导他们去办理一些活动 那基本上来讲 台湾的学生 其实很早就接触全世界 可能年纪很小的时候 都有 已经有出国机会 不像我们三四十年前的前辈们 他们可能是买着一张船票 支撑到了美国来 然后回去的时间点跟那个票 在哪里可能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是辅导我们的台湾同学们 在他们的校内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 当然他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来协助我们宣扬台湾的文化 跟介绍我们一些杰出的领域 留学生呢 就像刚才蓝组长讲到的 就是上网找到这些资讯真的不难 所有的资讯都在手指尖而已 就是要看你愿不愿意去接触 愿不愿意去享用 愿不愿意去把它拿回来 再分享给其他人 今天非常谢谢蓝组长 谢谢一孩来到天下纵横谈 跟我们谈到了许许多多呢 其实有关于 今天想要好好学习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忘记 在家呢就是靠亲友 不过出外真的是靠朋友 如果没有朋友的时候 也没有关系 因为说实话 台湾的教育组 在这边的 住洛杉矶经济文化办事的教育组 真的可以让你的留学 没有太大的后顾之忧 想要有钱 找一下奖助学金的帮助 想要知道 到底有什么前辈在学校可以帮助你 也可以问问他们 甚至想要一解相思之情 也可以摆一个小摊 把所有的波霸奶茶 甚至好吃的凤梨酥都带进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